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熊兄弟 我们今天来测试华硕的年度旗舰PG32 UCDM 它是一款OLED 4K200次核的电竞旗舰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表现 我们先从包装开始来看起 华硕PG32 UCDM一样采用了黑色的彩皮包装 打开包装 配件包含了一个电源适配器 一条电源线 一条DP线 一条H2面线 一条Type-C线 一条USB上行线 一个LED灯罩 一个壁挂转切器 和一份说明书保守卡 接着我们来把它安装起来 底座领上面工具安装的螺丝 支架在卡紧面板本体 就算安装成功了 整体的安装还是比较便利的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外观 整体和PG27 AQDM的设计是差不多的 正面四边背边框的设计 底边有个小下巴 内置了发光的ROG logo 底座有一圈红色的氛围灯 中央位置还有个logo头色灯 整体颜值很出色 背面有个像素风格的败家之眼 同时支架也有个SWIFE的发光标志 整体的模具设计可以说是很出色的 但整体尺寸比例有优化的空间 背面的背包过大 同时支架并不是32寸独立的 而是使用了27寸PG27 AQDM的无聊 支架功能性方面 它只是升降 服务仰和水平旋转 由于32英寸尺寸较大 因此它不支持垂直旋转 接口方面 它配备了电源接口 一个DP接口 两个HDMI接口 一个Type-C接口 一个USB上行接口 三个USB下行接口 和一个光纤音频接口 接着我们来把它点亮 一起来看一下它的显示效果 手持开机 屏幕中央会出现ROG的logo 接着就进入了显示的画面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第一光感 整体的画面通透艳丽 亮度光感也不错 红色有轻微的过保盒 为一切测试 它达到了148%的SGB容积 PPI为138 自体相比前两代的QD OLED要略好一些 但还是有一些踩边的现象 像素点方面 通过显微镜的放大 它是RGB排列 指像素形态是品质型 对比三星OLED的G8和G9 蓝色像素缩减得更小 二时拆带方面 也还是ROG家族式的风格 操作的方式是底部的五项摇杆按键 同时 它也提供了桌面OSD软件 在拆单的软件中 可以调节显示器的预设模式 游戏辅助工具 OLED防烧屏机制 快捷操作 以及分屏功能 同时 还可以对每个模式进行亮度 对比度 色温等参数的调节 接着我们来对它进行数据实测 首先是色温 默认出厂为6500K 同时 我们还测试了预设模式下的色温表现 其中 还提供了SGP的色域属线 通过仪器测试 SGP色域覆盖为100% 平均色准1.08 最大色差2.11 P3色域覆盖为98.8% 平均色准0.53% 最大色差2.84% 整体两种色域空间的覆盖和色准表现 都是不错的 S加亮度方面 菜单有均匀亮度选项 开启之后 屏幕会关闭ABL机制 使其全屏亮度保持在240L左右 关闭均匀亮度之后 1%到10%的APL白点窗口下 能维持到400L以上 其中3%的APL状态 亮度最高为422L 窗口持续加大 50%的白点窗口 亮度会下降到291L 直到全屏白点窗口 亮度为246L 亮度和色度均匀度方面 使用成像仪分析 在纯白的方面下生成3D ISO图像 中间黄色区域超过了240L 边缘红色在220L到240L之间 以国标25公格测试它的均匀度数据 最大差值为14.91% 在菜单中开启均匀亮度后 实测25公格均匀度数据提升到1.85 切换到色温模式 通过微色图我们可以看到 紫色区域在6300到6400K之间 蓝色区域在6400K以上 切换到全屏黑场 它是不发光的状态 但由于屏幕表面存在着反射 我们测试它在不同环境光照度下的对比度数据 从老款三星OLED G8作为参照物提升明显 同时对比外星AW3225QF也会更好一些 但需要说明第三代QD OLED 在照度对比度上并没有取得跨越式的提升 可视角度方面 通过视角成像仪生成雷达土 红色区域的最佳视角接近50度 肉眼观测也没有明显的视角衰减 表现可以说是非常炸裂 频散测试方面 我们测试它各亮度下的波形 无论是SDR还是SDR 条件亮度都不会改变波形的占空比 所以它并不属于PWM调光 在250L的白点亮度下 频散波动深度为10.26% 同时我们测试各白点亮度下的SVM值 整体的曲线和之前测试的QD OLED差不多 实测手动最低亮度为12L 此时SVM值最高为0.22远小于1 属于CIE不可见的范围 白点光谱方面 通过一切测试 蓝光波风在453纳米 高能短部蓝光占比11.19% 属于是硬件低蓝光的水平 接着我们来看它各接口的带宽 射身和兼容性的表现 它的DP接口是1.4A的规格 连接PC最高可以达到3840×2160 240Hz10bit全范围输入 HTML接口是2.1的规格 支持FRO6 4通道12GB 也就是满数48GB的带宽 支持DSC 连接PC最高可以达到3840×2160 240Hz12bit的全范围输入 连接XBoss Series X之后 它支持除去杜比世界之外的 所有游戏和视频内容 但需要注意的是 官方宣称PG32 UCDM是支持杜比世界的 需要在2024年6月才能更新 属于是宣传先上车 后期认证补票 连接PS5 它可以制造4K48-120Hz的可变刷新率 支持SDR 颜色格式为422 使用Micobook Pro 16连接 在Type-C的直连下 它可以制造4K48-120Hz的可变刷新率 同时Type-C还可以支持反向供电 默认为65W 最高为90W 但在开启最高供电功率之后 会出现锁亮度的情况 面板会由原来的900L的峰值 降为600L 输入延迟方面 在1080P120Hz的信号下 输入延迟为10毫秒 4K60Hz的信号下 输入延迟为18毫秒 HDR性能方面 它通过的Visa Display 2Black HDR 400认证 我们来看一下它HDR模式下的亮度表现 除去2Black 400模式外 其余的三个模式 ABL机制相同 亮度最高的是游戏模式 在3%的APL窗口下 测得最高亮度为975L 到了20%的APL窗口 跌破400L 直至全屏亮度为239L 接着是2Black 400模式 5%的白点窗口亮度最高 为428L 全屏亮度为244L EOTF曲线方面 拆桌中提供了4种SDR模式 它们的EOTF曲线 在初始阶段几乎完全一致 0-50灰阶始终低于标准的PQ 从50的灰阶开始 各模式的调教开始发生变化 我们先来看游戏模式 50-70灰阶做提量高于标准PQ 最后再做裁切 贴合标准PQ 控制弹模式是最为激进的 通过观察曲线可以看到 在短短的60-70灰阶 就从300L的亮度 瞬间拉高到900L 跨度相当之大 而影院和HDR的调教是一致的 0-50做滚降 从50灰阶开始贴合标准的PQ HDR实景方面 我们从松下的UB9000 加完美星球蓝光盘进行测试 在显示有太阳的实景下 我们发现它的太阳轮廓非常清晰 通过成像射渡器生成尾测图 HDR游戏模式亮度最高 为680L 其次是控制台模式621L 影院模式523L 最低这是2Black HDR400模式 仅为400L左右 在岩浆等流动的画面中 它整体的暗部细节表现不错 没有出现明显的细节丢失 在天空等渐变场景下 没有出现色彩断层现象 HDR游戏方面 在主居单的体验中 除了2Black HDR400之外 其余的几个模式 都受到了ABL机制的影响 在大面积显示白色的场景下 会出现画面色调阴暗的情况 例如DPC5和宇宙机器人的游戏中 明明是晴天 但HDR游戏影院和控制台所表现的画面 更像是快要下雨的阴天 游戏禁忌体验方面 它原生支持240Hz的刷新率 在实际的测试中 240Hz的状态下 没出现跳针的现象 灰阶响应方面 它没有预示任何的OD档位 通过一切的测试 平均灰阶速度达到了0.29毫秒 属于是微秒级别的响应速度 平均过冲1.99 最大过冲14.55% 在运动显示量的测试中 BET为3.26毫秒 排名运动轻易度天地板的第五名 实际在UF5运动轻易度的测量中 飞碟后方没有任何的托尾 UF5本体的轻易度也很优秀 属于是目前显示领域的DT队 接着我们来拆机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内部做工用料 以它的数据天地板的表现 拆开背面小背包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金属屏蔽罩 打开屏蔽罩 驱动板放置在下方 主控IC是瑞翼的RTD2739 它支持满速HDMI 2.1和DSC 在Type-C接口的上方 有一颗RTS5450M 用于PD供电和Type-C数据传输 我们再来看TECOM版 主控是三星的Display芯片 左右两边分别含有内存和闪存颗粒 面板方面形容为QMB315AA01-C01 贴纸上也有Made in China的标志 与外星不同 华硕这台是中国产线生产的面板 接着我们来看它实测数据方面的表现 我们先从色域开始来看起 通过精准的三色追标计算 它达到了148%的SGP容积 色域天体棒排名第30名 S加亮度方面 实测最高为422L 亮度天体棒排名第60名 静态对比度方面 由于OLED的特性 理论上它有无限的对比度 可视角度方面 通过四角仪的测量 它的可视角度属于是非常优秀的水平 亮度均匀方面 在15公斤的白点测试下 默认模式最大差值为12.68% 排名亮度均匀度天体棒的第82名 开启亮度均匀模式之后 最大差值为1.73 以此成绩排名 它的天体棒是第5名 S加单独测试下 我们先来看一下峰值亮度 实测为975L S加峰值亮度天体棒排名第26名 S加镜台对比度方面 由于OLED的特性 理论上它有无限的对比度 最后 响应时间方面的测量 通过一切测试 平均灰界为0.29毫秒 灰界响应时间天体棒排名第9名 运动响应时间方面 在240Hz状态下 BET为3.26毫秒 排名运动轻度天体棒的第5名 好了各位 按照惯例 我们先来对它进行一个优趣点的总结 我们先从优点开始来讲起 1.搭载全新三代QD OLED的面板 4K 240Hz原生10Bit 参数非常炸裂 同时 躁度对不对有提升 支持硬件抵览光 2.OLED极强的特性 灰界响应速度 运动轻度表现都非常优秀 3.亮度表现还算不错 并且提供了ABL机制的开关 4.高颜值的外观模具 Type的接口能支持90W的供电 5.游戏的可视角度 像素级的控光 X加峰值亮度高 接着我们来说一下缺点 1.默认模式下 亮度均匀度表现一般 在OLED面板中 基本属于是垫底的水平 2.Type的接口 开启最高功率后 亮度会出现腰战的情况 同时 面板的ABL机制依然会影响观感 好了各位 以上就是我们关于华硕 新旗舰PG32 UCDM的全部测试报告 如果大家觉得我们视频做的还可以 希望你们能帮我们点赞转发 甚至订阅我们频道 那我们下期再见